屋云密布巨大龍捲風迎面而來 民眾在屋內用手機拍下驚悚一幕 龍捲風清洗美國阿肯四周首府小岩城 從另外一個角度可以看到龍捲風快速移動 甚至有民眾不顧危險爬上建築頂樓 直擊龍捲風 不好意思 您看到嗎? 他在做什麼? 猛烈龍捲風造成當地建築物 屋頂和牆壁整片被掀起 車輛被吹翻 樹木和電線桿也都倒塌在地 甚至造成傷亡 極度惡劣的氣候讓民眾陷入水深火熱 中西部的愛荷華州一萬無忌的田園上 同樣出現巨大龍捲風 伴隨雷聲快速移動 同時出現兩個龍捲風高風險區 一個橫跨阿肯色州 田納西州和密西西比州 另一個則是橫跨愛荷華州和伊利諾州 造成美國中部大片地區滿目撐疑 數千萬美國民眾都處在災害警報之下 美國總統拜登也前往密西西比州 視察看災 承諾會盡全力協助災民 重建家園 同時指出 受到極端氣候影響 天然災害事件將會越來越普遍 呼籲民眾和地方政府嚴加戒備 華視新聞 蔡新成編譯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介紹